2018新北市还了耶诞城在11月16日盛大开幕 活动将持续至2019年1月1日 耶诞城一直以来倒是12月份备受瞩目的活动盛事 吸引了大量的人潮 因此周遭的交通以及动线规划成为一大重点 边往点开台 现在很蛮方便的一公车二捷运都很方便 如果坐捷运过来的话 到五分钟就是对 那公车的话它是在中山路路停 对对对 然后在这边走过的话也离不到十分钟 对对对 其实都还OK 打工车 还蛮方便的 车很多 今年的话 公路已经增加两千道出来了 所以它全部比较OK 停车的话 它基本上是有三个停车场 是说一些民众不知道而已 他们是都只能知道这个嘟嘟这个 然后客运的话旁边也有 那那个火车站下面也有 演唱会的话 就会能吵会多一点 那变成说它的时间会往上一点 然后它回堵的方法就比较长一点 到台北那里去 我是第一次来 骑摩托 骑的 路上是车子还蛮多的 塞车是大概时速大概四五十公里吧 停车的部分要早一下子 我们只听那个 其实我们是挺能行道的 那边好像是违馈的地方 耶诞城的交通状况相较于往年有所改善 下周末开始将举办耶诞演唱会 建议遇前往参加的民众 可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以上新闻由记者彭子韵 徐昕渝台北报道